杜拜最好的再生能源 就是太陽跟風力發電 像我背後這個Sustainable City永續城 我背後的清真寺就是綠色建築 以及他們這個社區內內 也有建構太陽能板的停車場 還有溫室的一些栽種的花草 跟一些糧食作物 也是使用在他們跟一些廠內的攤販 一起來合作的 那他們這個社區提供的再生能源 其實能量可以抵消 一年853輛車的碳排放 距離COP28氣候峰會現場 不遠處有一座綠色計畫示範區永續城 整體設計彷彿世外桃源 500棟民宅加上11座溫室 甚至還有馬場 所有能源需求自給自足 可能不管是在五年前十年前 他們其實就已經開始 這類的永續的事務 所以像今天的這個永續城市 它其實大概就是五年前開始的 就是很多永續的作為 像是你的農作物自產自銷 然後或者是你的能源可以自發自用 然後甚至有更多的供電 你可能可以就是供應周遭的社區 社區家用電量達到六成 公共區域的太陽能板發電量 補足剩下的四成 除了開源也要截流 家用污水除了導入社區池塘外 更是園區內種植植物的重要水源 所以我們嘗試穿進去最多的地方 我們使用了很多產品 我們使用了很多產品 我們使用了解放入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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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家庭 全是水分的水分 是水分 是用來燃燃燒的地方 我們有11個 我們有餐廳的食物 來生成品 每個家庭 都收到餐廳 都收到餐廳 從房間 賭拜十二月平均氣溫達到攝氏三十億度 社區大面積栽種樹木創造遮蔭處 廣場與街區轉角設有長條型風塔 利用對流導入達到街道降溫效果 縮短住戶開冷氣的時間 這座永續城在五年前建成 趁著這次主辦聯合國氣候峰會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向全球展現實力 擺脫化石燃料標籤展現永續決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